Hello 毛丞丞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彭程 這隻是我的肥波 我養了牠差不多16年左右 如果你都喜歡寵物的話 就要訂閱我們Mocity的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鐘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的寵物資訊 不要忘記給個like這條影片 還有share給朋友 這位貓婆婆是資深傳媒人 彭程的貓貓肥波 跟貓貓相處16年 彭程的感悟非常深 牠的性格小時候都蠻活躍的 牠會貼我 我走到哪裡牠都會跟著我 例如我去廁所洗澡 牠又等我 我去廁所又等我 睡覺又陪我一起 有一次我又是出了門 我妹妹幫我看著 我自己有一張畫 是我自己的漫畫手繪畫 牠會掛在牆壁 我妹妹告訴牠 你知不知道 你走了的時候 肥波經常看著那張照片 我覺得很深刻 肥波跟彭程一直感情很好 直到發生了一件事 令肥波生氣到現在 生氣了我 就是因為我出門 出得來 因為之前放了一個很長的假 我去年九月放假 回了加拿大 還有去了英國 就是探望家人 本來是五個月而已 怎知道整個行程 都是因為機器回不來 又熔斷 然後就延遲了 其實就算不是熔斷 都是生氣的 因為這麼久都沒見 給牠一點時間 不是 貓呢 我都知道貓是要很長時間去適應的 最初離開牠的時候 帶牠去我的中醫朋友 牠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適應 很難做 那個決定 因為我要離開牠一段時間 因為牠之前的腎都不太好 現在好一點 不是很穩定 如果放牠在貓酒店 我當時有考慮在貓酒店 但是就怕牠會出事 那段時間 總之兩邊都辛苦了 貓貓十六歲 已經是人類的八十歲了 彭程會不會不捨得肥波變老呢 跟一般我們面對人的生死 都是很類似 就是 趁牠能夠可以大家相處的時候 要多點珍惜我們每一個 能夠相見的時光 因為 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因為這些是很自然的階段 唯有多點相對 希望我趁這段時間可以哄回牠 令牠開心 令我又開心 其實你怎麼對牠 牠就怎麼對你 這件事我經常都記住 你有沒有一些可愛可愛的寵物相片 影片 和溫馨動人的無牌故事 想和大家分享 又有沒有關於寵物的資訊 想多些人知道 立刻報料給我們 無城城MOSITY 無論Email還是Inbox給我們都可以 些人的音樂 我們應該會把你字幕探索 一架 我們應該會偶然 我們應該會 我們應該會